我是野俊 今天我想來和大家聊聊 即興到底是不是即興這回事 會想到這個題目主要是樂手潮 在今年邀請我參加他們的即興演奏影片 我談的內容像是這樣子 今天我有一個好笑的 這個影片是非常喜歡的 我們剛才走在一起 我在自己的目標 在那裡 今天我也會講解第一段 這個一個跨弦的五聲音樂劇怎麼彈 以及想來和大家聊聊 即興到底是不是即興 會有這樣子的想法 主要原因是因為 當初我收到的一個伴奏音檔 是一個16小節長度的音樂 我一開始我真的是在裡面即興了一下 但是我發現內容其實每次彈都覺得 好像還有哪裡可以再修正一下 我就這樣即興了幾次以後 我發現其實我在這樣子的過程中 我發現我的彈奏內容慢慢有一些套路出來 也就是說我有一個固定的一個樂句 或者是說固定的幾個模式 固定的幾個手法一定會彈 越來越彈到最後的時候 我發現它越來越不像即興 越來越像是編曲了 像是在編一段solo 所以在這樣子狀態下彈奏的內容 到底是不是即興呢 我只能說我在一開始的時候 真的就是即興 但是即興一直即到最後 尤其是這個長度就只有16小節 彈到最後我發現我的彈奏模式 會越來越固定 固定到最後變成像是編一段solo的感覺 也可以反過來 如果這種模式你做的非常多的話 在真正即興的時候 其實你腦袋裡已經有非常多的樂句可以使用了 所以經過這樣子的彈奏 或者是說經過這樣子編排設計樂句的一個過程 也是在累積你對於日後 要真正在即興的時候的反應速度 是有所提升的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段演奏之中 我到底彈了什麼 完整的教學我也會放在頻道會員中 這段的和弦進行非常簡單 是拉法多首Fm調 Fm降低降A降E這四個和弦 在彈奏當中我的第一個想法就是五聲音階 所以我在第一句的時候彈了一個五聲音階的跨弦樂句 像是這樣 那這個想法非常簡單 就是我想要用一個五聲音階 可是我又不想讓它好像是在彈一個Box一樣 一個手型一樣 所以我把它變成一線三音 那放慢一點彈會像是這樣子 好 這是一個兩條弦 然後每條弦上面彈奏三個音的五聲音階的劇情 那事實上就是 A F A3 B3 好然後我換到三弦 所以其實它按照子行會是這樣彈 但是這樣彈其實比較不容易彈快 好 因為每一條弦停留的時間比較短 所以如果變成一線三個音的話 難點是格子變超大 所以你要有一個具備三格跨到八格的這個能力 好 再來換到一弦 降E 這邊就比較簡單 因為它是一個對齊 所以這邊會有兩個一樣的E Flare 因為這邊兩條弦是對齊的 所以很容易彈超快 你可以在這邊重複這個序列 它就變成一個是一線三連音五聲音階 而且是對齊的 所以超級好彈 好然後再來下一組也是對齊的也是很好彈 好 因為它是兩條弦都是對齊的 所以如果你全部都用legato都用垂口也可以 或者是可以在二弦或疑弦加上一組picking這樣聲音也可以蠻顆粒的喔 會像是這樣子 第二弦我就用picking 那在影片裡面彈起來的實際效果就像是這樣子 好以上就是今天即興到底是不是即興我的一些想法跟大家分享 那你有什麼想法呢 關於即興演奏也歡迎你在下面留言喔 那這個Fmine五聲音階的樂曲也和大家分享 完整的教學在頻道會員喔 夜君的頻道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